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梁 给你们看看我的纸蝶 美到不行了 把它的花间摘下来了 这一棵 也是很美 上次种的一型盆 现在这些 也长得不错 昨天又去逛阿伯的花园 它那边已经开始在卖 多肉了 里面也是纸蝶最美 但因为我的纸蝶也很美 所以就没有 下手了 我觉得我的比它的还漂亮 你们觉得这一棵 是不是超美的啊 喜欢纸蝶的朋友可以入手 那因为 在阿伯那边 他从来都不会进 不会进那种大颗的 都是这种小盆的 所以看来看去 他那边我几乎都有了 所以我就又买了 这个三棵圳 盆里面 那个三棵圣卡洛丝 这三棵圣卡洛丝 这三棵圣卡洛丝 圣卡洛丝 我买了这三颗 今天就帮他换土换盆吧 这一盆是我原来旧的圣卡 已经开始慢慢的变成淡紫色了 觉得好美啊 圣卡路氧没问题哦 他在我这边已经安然度下了 还长了两个小侧芽给我呢 不错吧 很可惜的是本来是三个头 这一头割掉了 但是下面你看似乎很像 在冒牙 过一阵子就知道了 其实我觉得圣卡有一种高雅的气质 挺美的 不知道大家的管理感是如何呢 圣卡洛斯 我觉得他好美 准备把这三颗 放在这个白色的盆里面 看这个土都已经种很久了 这个应该也是度下的 然后这些 上面这个土都半截了 这个应该也是有种一段时间了 这根系还可以 可以活到现在的都是 好肉啊 这个全部都是种很久 上面的土都半截了一样 这一颗根系比较不好 没有根 这一颗比较不好 这一颗比较不好 这一颗只有一半 所以这些 目前还是不用买肉的好 你看 这都不好 只有第一颗是好的 剩下这个根 你看完全没有了 全部都没有了 难怪长得成这样子 所以啊 要忍住啊 不要急着买啊 好了 就直接这样种吧 这一颗的根系最好 好了 加上铺面水 这样就种好了 希望它可以赶快浮盆 到年底的时候 应该就会比较漂亮 有两个是五根的 所以现在多肉 还不要乱买啊 不然很容易种不好啊 我希望我的可以种的好 好了 今天这个圣卡洛斯 就分享到这里咯 欢迎评论点赞 还有别忘了订阅咯 我们下个视频见咯 拜拜 谢谢大家 吃点净 有点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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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净